哈囉,大家好,我是威夷 我是塔堂 我們今天來露營了 算是2024年秋冬的首路啦 沒錯 超級舒服的,這個天氣 因為你一睡,睡到九點 我們昨天真的搞得很累 我們等一下分享給大家 但是呢 我想要先分享一個東西給你們 因為身為一個路遙 最終最終 一定要擁有的就是這一個 哇,而且我跟你講它的延遲 絕對是目前最好的 再也沒有比它好看的 大家一定很好奇是什麼 欸,你幫我拿啦 因為我想好好的介紹 來來來來 好啦,我要來介紹就是這一個 戶外雙控冰箱 雙控是什麼 因為它有雙槽吧 然後可以雙控紋 從零下20度到這個20度都可以 而且是兩邊控制 可以從我們這邊去做控制 左邊是左邊 右邊是右邊 那這一個冰箱是我們的 Barrick 09 就是一個這種軍事品牌 就是像我這個箱子啊 也是他們家的 我現在都是用他們的箱子 欸,你看那兩個箱子 搭上一個這個冰箱 完全就展現出這種軍事風格 這種魅力的感覺 那他們呢 出了這一款冰箱 喔,我跟你講真的是愛到不行 因為你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冰箱 做這樣鋁合金 然後很有軍事風 而且它叫做 Amocho 應該是吧 Amo Amo是什麼 Amo是彈藥 彈藥的意思 所以他們想表達的應該就是 食物跟彈藥 你知道 就是 就像你補充能量一樣 補充彈藥 然後馬上就可以射擊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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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然後為什麼我會說它顏值最高呢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在注意戶外冰箱的話 其實我以前為什麼一直沒有入手 就是因為我覺得戶外冰箱就又大又重 然後好像也沒有很好看 對,就一直沒有入手 可是你會覺得說 我們每一次出門 是不是對於食材的保鮮有很大的困擾 是的 真的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使用它以後 噗 真的欸 你看我以前露營從來不敢帶的東西 像是冰棒啊 哇 冰棒啊對不對 就可以有冰棒 然後我還帶了果醬 優格 牛奶 牛奶 這種很容易壞的東西 我現在都有辦法帶了 這現在都是我的早餐 因為我們昨天真的吃掉太多了 所以現在冰箱剩一點點 可以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像我們葡萄啊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做義大利麵 然後我們的那個冷凍啊 這邊我們把它做冷凍 已經剩一隻冰棒然後跟一個冰塊 對然後這邊我們做冷藏 然後它其實可以兩邊都是冷凍 或是兩邊都是冷藏 看自己個人使用的風格 對或者是亮去 喔對對對 然後它也夠深 所以你看它像這種我們的牛奶 這直接就可以放得下 剛好可以開起來太完美了 對啊 那我這樣開很久都不怕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它有很快速的冷凍 只要10分鐘 它就可以自冷到你要的溫度了 就是像我們不是到-15度嗎 對 它10分鐘就-15度 所以非常非常快 而且它超級超級省電的 它只有80瓦的推動力 然後它當你制冷完成以後呢 然後它會自動在節省功耗 然後沒有什麼聲音 超級安靜 因為-真的很安靜 真的因為我都是怎麼再來 你知道嗎 我是直接放那個後座 然後我們後座這台皮卡油那個點 可以插下去 然後我就這樣一路站過來 而且大小35針 就是一個很剛好 你看 翻起來也很輕 它是同級裡面最輕的 其實大部分這種冰箱 可能會15公斤左右 有時候可能16公斤 但是它做到14.5公斤 硬是比別人少了1公斤 這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它最重要 女合金的外型 絕對是行男 行男錄影必備好不好 這個帶上去 整個變豪華錄影了 你拉遠看一下 然後我們又兩個這種 你看他們家的箱子 搭配它的冰箱 整個那個戰鬥感就出來了 然後我們這種桌子 隨便淘寶買 對 其實桌子沒有很好 可是那個氛圍感有沒有 完全就跑出來了 沒錯 對啊 再加上威翼喜歡的布置 還有我的戰鬥車 這種感覺 我們昨天晚上真的那個 超棒的 那個氛圍太棒了 那個氛圍超棒 好好好 來來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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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話想講慢慢來 先吃早餐了 哈哈 不是吃餓了 蛤 是不是餓了 對對對 我想說 你邊做早餐 好的 你邊做早餐 邊聊天好了 好 昨天有先把我的蛤蜊吐好刷了 有嗎 有 耶 喔 很好 可以 好 我們會做海鮮義大利麵對不對 對的 我在這裡 披上衣服 我覺得你等一下會 曬黑 非常熱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為什麼我們會來到這邊露營呢 這個地方很美 這是齊萊山 早上這邊看日出 但是看不到 那趁這個糖糖在準備食材的時候 跟大家聊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來到這個營區 其實會來到這個營區 完全是一個意外 怎麼說 因為我們昨天 其實本來是要去瑞岩溫泉 野溪那邊去搭營的 我們要在那邊去做演藝 但是呢 我們開過去的時候 我們大概一點出發 一點從台北出發 然後開了四小時 到的時候已經傍晚 快沒有光 然後 想說奇怪怎麼整路都在施工 我覺得不對勁 結果到了後 那個那個溪床 慘不忍睹 很慘 我想說 哇這還有溫泉可以泡嗎 然後我們就沿著那個導航 潤岩溫泉要下去 還好沒開 因為那個路已經殘掉了 完全不能下去 然後就想說 不然先打看看附近的那個露營區 有沒有 有沒有營業 結果一打才知道 上次颱風 全部他們也現在也沒營業 然後我們就找啊找啊找啊 找了很久 然後我就看到 這個回程路上30分鐘的距離 有一個深山先生 要打給他 他說那時候已經7點多了 已經很晚 然後 打給他說 有沒有那個可以露營 可以讓我們車速 他說有有開放 今天有營業 所以我們就來到這地方 那這地方 也是挺妙的 因為他真的跟他的名字 深山先生一樣 開進來是還蠻深的啊 然後環境 環境我覺得不錯耶 因為 因為他這個廁所 非常的乾淨啊 那個我覺得他應該是 新蓋的露營區 因為 早上我們睡醒的時候 他這邊還在施工啊 你們看到他的廁所 廁所還香香的喔 然後很乾淨 很棒 然後這邊 洗澡的 空間也很大 喔 有一個 古典 沒什麼充 所以我們從 本來要野營 到來到營區 紮營 那當然整個 又更方便啦 那大家會好奇說 欸為什麼 我敢野營 因為其實我有兩顆 一度電的電池 然後我有帶來 然後這個冰箱也可以直接 接上 一度電的電池 我搞不好可以接給大家看一下喔 因為 順便看一下 我們那一度電的話 可以使用多久 現在呢 我滿電的狀態下 你看他功率才60幾瓦 60幾瓦 可以連續使用 將近15個小時 它有時候會跳 那15個小時呢 我有兩顆這個電池 所以我用兩天一夜是戳戳有餘 我睡一晚 基本上 撐一整天 30個小時 兩天一夜絕對戳戳有餘 這就是為什麼 我敢把冰箱拿去野營的關係 唐糖做的海鮮義大利麵 我們現在是這個 沒評價齁 看了這個黑白大廚 也要懂得享受 我很注重這個海鮮的熟度 嗯 嗯 處理的 剛剛好 那我們來吃看看 中卷 這個吃起來還是挺清爽的喔 嗯 嗯 麵不太好吃 麵的選擇可能是買錯 麵已經煮不到多久了 還是煮不透 在戶外煮比較難一點喔 對不對 在家裡的廚房還是比較簡單 在戶外有餡 所以如果能在戶外把料理弄好吃的人 我真的覺得很便宜 我真的覺得很便宜 蠻吃快的 嗯 哇 許攀 許攀 分量不會太多 你看沒有麵 這應該還鮮而已 欸妳吃完了嗎 妳肚子餓把它吃完了 邊煮邊好餓 妳自己也吃蠻多的 好我們吃完飯了 然後我剛剛就想說 我重新把這個擺設 換了個位置 因為想說等一下走之前 還可以拍一些照片 比較好看 對對對 那我們原先的那個設置呢 是比較實用型的 因為水槽就在旁邊 然後整個方位 但是拍起來就沒那麼好看 對對對 所以有時候你知道為了拍照 那個 不見得那個動線是好的 但是拍起來很好看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哇 現在超棒的 哇 現在看起來是不是 整個那個氣氛就來了 可愛的起因子 對啊 然後這裡眼前又一拍的 然後美景這樣子 其實看起來就是乾淨很多 雖然我的車髒了一點 那 水槽 原本在這裡嘛 所以我往後拍 我剛剛發現 我怎麼拍好像都是 就會覺得那個美感欠佳 我覺得以後我們出去 就用這個模式也是OK的 對對對 這個要研究一下 自己的裝備怎麼搭是最好看的 所以我們多了一個冰箱 所以要重新擺設 對 重新擺一下 我要好好研究 我怎麼擺 可以擺起來最帥 那大家可以稍微簡單看一下 我現在的東西 其實我的顏色 就是不外乎就是這種 軍綠沙色配黑色 我也是走一走 有一點軍事工業感的 像我的車頂帳也是啊 對不對 然後車子是黑色嘛 然後你看我那個水桶 那 這個唯一比較不搭桿的 是這個啊 那那個請具 想說因為放在車子裡面 直接搬出來 對啊 然後有一些這種 避水架啊 然後椅子我也都是買 避錢 對然後就是這種大穿椅 會坐起來比較舒服 然後桌子呢 因為原本都是這種小桌子 我把桌 我後來就是 淘寶買一個那種便宜的 大桌子 稍微大一點啊 也沒有到很大 那當然就黑色宿舍了 然後 天幕為了好看 也是買這種右邊形 可是 其實你們可以看 那個走路 常常要彎腰駝背 也是挺麻煩的 所以大家在選擇 東西的時候啊 除了好看以外 實用性也很重要 這兩者 要自己去評估 那我個人覺得 這個好看 但是就是會很常彎腰 對對對 所以大家在選裝備的時候 不外乎是 想外型啊 你顏值要夠 然後 東西一定要實用 那其實我 這些東西都買了兩三次了 才選到 覺得自己稍微比較喜歡的 然後 冰箱是 目前是覺得買得最滿意的啊 那其他呢 都還不錯 很多都是 有好的優點 也有不好的缺點 像是我做大川魚很好做 但他很重 好不好 那 天幕好看 可是 他 方便性稍微 欠佳 搭起來也很累 對啊 就是會有一些這種 事情要去考量 然後 我們現在都睡 車頂上 那我其實 帳篷也兩三頂 偶爾啊 為了一些氣氛也是會拿來 搭的 好啦 我們今天其實這支影片差不多這樣 我們本來是要去泡溫泉的 只是沒有泡成功 然後就講說 那來分享錄影好了 其實 錄影也蠻多東西分享 那下次我們再分享 看有沒有什麼更 覺得喜歡的東西 來 介紹給大家 然後 希望 等這一波東北激風走以後 可以好好再去泡一下溫泉 現在真的是 不太適合 然後 然後 颱風真的把好多地方都摧毀了 那 真的真的真的 哈哈 那有沒有往前看 對啊 對真的是 當地的 居民啊 那些真的是辛苦了 那 大家 珍惜 愛惜 愛惜我們的環境 很重要 好啦 那我們這支影片到這邊 掰掰 By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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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